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中国人有时候吃野味就算了 还用极尽残忍的方法来吃 来烹调我们稍后揭秘 另一方面我们只能说 幸好现在科学越来越进步了 所以我们对抗疾病的能力 跟专业知识也越来的越高 那么这个是可以很快的 找到破解的方法 可是其实还有一些神秘的怪病 至今难解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了解 先来介绍一位来宾属人 叫做资深媒体人王热德先生 我们先来看一下 吃野味会得什么病 蛮多的甚至还有一些神秘的怪病 一起来看看 菲律宾境内才刚刚出现 两名武汉确诊病患 其中一人就在1号身亡 这起死亡案例 是中国目前304名死者之外 第一起武汉病毒中国境外死亡案例 状况急转直下 也让菲律宾立刻宣布 针对所有来自中国 香港澳门旅客的旅游禁令 不论国籍 而从相关地区回国的菲律宾国民 必须要进行14天的隔离 菲律宾这起死亡案例 是一名44岁中国籍武汉男子 并且是菲律宾第一例 38岁女性的配偶 武汉肺炎在各国拉警报 掀起全球恐慌 会延长寒假来缩短暑假 那么寒假会从原来的2月11号开学日 那延后到两周 也就是2月25为开学日 让暑假来做缩短 原来暑假是7月1号开始放假 那么就从7月15来开始放假 那这样的一个 也不会影响到学生的上课日 到现在还是无法相信 终于可以踏上回家之路了 滞留武汉的台湾人心情很激动 不只当地台商协会证实这项消息 中国官方媒体也发布新闻稿指出 最近将协助安排第一批 约200名的台湾人 以包机方式先返回台湾 时间回到17年前SARS爆发时期 高雄曾有军营作为防疫隔离医疗地点 对抗武汉肺炎 由武汉搭机返台民众将分别移往北中南据点 分流防疫 人到底会去哪里 防疫指挥官态度低调 目前针对出现疑似症状台湾人 一旦确定搭机返台 将比照医护人员配备 从头到脚全身防护 站在防疫第一线 先公布武汉撤侨配套措施 力求做好最佳准备 有人甚至说武汉肺炎 这个新型的冠状病毒会骗人 没有错 怎么骗法 因为目前看起来 已经超过两万案例 然后两百人以上死亡 那么这个病毒显然非常的狡猾 他比SARS狡猾多了 SARS一定要感冒以后 发烧了以后 那么才会有传染力 这个病毒连不发烧 好像没什么事情 他都会传染病毒 这最恐怖 然后除此之外 天津有个男的 他发烧了 请注意 发烧前往医院 就因为有发烧 所以他前往医院的时候 特别针对是不是武汉的肺炎病毒 检查三次都是阴性反应 各位阴性反应叫什么意思 就是表示说没有染毒 没有武汉肺炎的病毒 但是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那么他还是发烧 所以后来再做第四次 重新再衰竭的时候 变阳性 那你想想看 通常一般来讲都会验两次 因为两次确定是阴性 就会认为他没有 那如果是他的话 那么他病毒骗了三次都没有 到第四次才有的话 那如果让他爬爬罩的话 那岂不是就传出去了吗 当然了 也有网友推测说 本来三次是没有了 后来因为一直到医院去 到中国医院去 到中国医院去以后 第四次都要抵上标了 他们这个讲法说 他其实是第四次 第三次 然后就一直到中国的医院去传染 也有这样一个讲法 不过还是很可怕的 这个传染力 他的传染力显然比SARS要强 死亡率没有差的那么高 但是传染力很强 那除此之外呢 没有发病也会传染 为什么呢 在武汉有一对夫妻 他其实是因为过年前 公共心脏不好不舒服 他们送他去住院 那他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什么什么发烧 还是没有那么大 没有那些这个症状啊 结果公共出院了以后 这个媳妇他还有开始不舒服 全家都不舒服 婆婆也不舒服 不舒服的现象呢 各位要仔细听好 为什么呢 不舒服的现象就是发烧 然后肌肉酸痛 最主要还有心脏痛的缘故 事实上他应该不是心脏痛 是肺你知道吗 是肺部不舒服啊 那他就是不舒服以后 他们就陆陆续续去 怎么得了武汉这个等于说肺炎病毒啊 结果搞了半天 全家几个人全部都被隔离啊 那个媳妇也被隔离 儿子也被隔离 然后呢婆婆也被隔离 奇怪那到底为什么得了 原来竟然是第一个 本来说心脏不好去住院 然后大家去照顾他 去探病的这个公公 他没有这个所谓的武汉 这个肺炎病毒呢 的征兆 但是事实上他成了一个代言者啊 那现在有些地方 因为谣言四起啊 中共因为一开始不应该做的事情 就是隐匿疫情啊 从地方到中央都隐匿疫情 措施时机 所以你现在说什么 大家都不相信 都会猜都会怀疑 武汉的火葬场 24小时运作 那到底是死多少人 你现在公布的是死了两百多个人啊 那你到底死了多少人啊 为什么要24小时 一直一直等于说缩短时间啊 火化的时间 你知道吗 现在是没有告别式的哦 整个武汉是没有告别式的 什么为什么呢 因为死人以后立刻就进去 除了家属之外 要从里面确认有签名 然后就整个把火化掉啊 那死亡人数到底多少人 到底是不是真的是 中共公布的这个人数啊 也没听说火葬场是24小时 对没有 从那表示谁到谁烧 表示死很多人嘛 很多尸体要赶快烧嘛 你应该把它烧掉嘛 所以呢在如此情况下 连丝带都必须要用特制的丝带 让他不会这样传染啊 那除此之外呢 武汉病毒研究所 大家都知道所谓的P4 就是跟这个国外合作 法国跟他合作嘛 我们都在猜 很多人都在猜 是不是跟他们在研究 这个生化栈的病毒 跑出来有关系嘛 那在爆发一个月后呢 测试剂就已经出来了 那就有人说 那么快 为什么那么快就会有测试剂啊 是你们自己本身呢 很早就已经有这个知道了吗 事实上在去年底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了 一开始不是说 这个不会人传人嘛 对不对 现在也承认会人传人 那么虽然表面上都讲说 一个人大概都是普遍传 一到两三个人这样子啦 可是现在出现了 所谓的毒王代言者 什么叫毒王代言者 就是超级传染者啊 现在包括武汉 也包括这个江西啊 出现一个人 可以传染给15个人 那就很可怕了 因为你这样传染出来的话 你想想看 你把它写成金字塔 如果没有在第一时间 真的就控制住一个人 像三韩玛丽一样 一个人15个人15个人 又等比接触下去金字塔 那将是非常恐怖 所以未来的一个礼拜 将是这个疫情 到底能不能控制的 很重要的时刻 是所以我们看到呢 科学家在这方面呢 正在做尽其所能的研究当中 要赶快的找出对付的方法 但是此时刻又有一种 所谓的阴谋论 说有没有可能这样的一个 新型冠状病毒 是从研究室里面流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阴谋论 并不是无稽之谈 因为在台湾过去 就曾经发生过 台湾在1961年62年 尤其是1962年 曾经它发生过霍乱 那发生过霍乱 但是引起美国跟台湾 注意的是说 它不是海洋湖郡形成的 那不是海洋湖郡 那就跟吃海产无关 那就是陆地形 那你的陆地形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霍乱湖郡 那霍乱湖郡是跟银水有关 那在1962年那一年 各位想想看 刚刚好是蒋介石制定的虎年反攻计划 所以美国他就怀疑 是不是那你台湾在搞什么生化武器 为了要查证这个事实 美国海军医学研究中心 就是设在台大医院的 他就不断地进出台湾 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 叫做国防医学预言中心 预防研究中心 他们认为说 你在这个里面 是不是在弄一个生化武器 那个时候的研究趋向 都是以添花 天花或者是霍乱鼠疫等 唯一一个生化武器 没有现在这么先进 所以那个时候 美国的海军医学研究中心 他就经常进出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三峡 旁边是大同山庄 大同山庄是参谋本部 他放档案的地方 那现在这个地方就过去的 国防作业计划研究室 就是虎联反攻计划的中心 就在这里 所以美国他就是不断地 他对蒋介石政府他施压 他说你给我 他说你给我小心一点 这个到底是不是一个生化武器 到了最后事后侦查 因为国府当局否认 所以美国就开始看管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就是台湾有一阵子 就是所谓的炮枕 炮枕它不是长在身上 它是长在脸上的那种炮枕 那他也就是告诉台湾政府 你是不是在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 就这三次他发现以后 台湾的生化战力算是不错 所以美国那个时候就希望跟台湾合作 各位晓不晓得 我们金门发声口提议的时候 美国还警告台湾 这些菌土 就是碳菌的土 你不准输出 还有台湾所有的疫苗 包含SARS 事实上SARS的疫苗 台湾是第一个研究出来的 然后就给了世界卫生组织 也给了美国 是透过美国转到世界卫生组织 就是说美国认为台湾的生化战力 已经到达了一定的水平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第一株病毒 台湾已经研究出来的 所以他们就是从而认定 真正武汉肺炎的疫情 大概要到二月中旬 它才会明朗化 毕竟你病毒株 你的基因排序都已经出来的时候 那解药 事实上台湾也在研发 就是疫苗等等那些 所以台湾民众不必恐慌 是 我们再看印度 印度曾经发生一个诡异的疾病 时间之内夺者了 53位小朋友的性命 怎么回事 1995年开始 每年的五六月都会爆发一种怪病 那这种怪病会让人家发热 呕吐 痉痰 还有脑部病变 严重的时候还会并发身亡 可是奇怪的是一到六月之后 这种怪病就消失不见 那问题是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 会有导致这种脑部病变的情形呢 那专家们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议测 那有人认为是寄生虫所事 那也有人认为是日本脑炎发作 可是这两种都没有办法解释 为什么会有选择性发作的情形 而且还会固定在半夜三到四点之间发作 所以专家们进行了各式各样的检测 认为应该是跟吃的东西有关 可是这些专家也不是没有针对饮食来做检测 结果他们发现这些得病的小孩 所吃的东西也都很正常 那偏偏这些发病的人很奇怪 还有选择性发作的情形 就是只有在穷苦人家 小孩身上才会出现 有钱人家小孩不会得到 那这就让人家更觉得疑惑了 到底是什么样的病症 会造成这样的一个选择性发作的情形 那专家束手无策 因为根本找不出原因 所以你知道这些 这个村庄每年到了五六月的时候 这些穷苦人家就会开始绷紧神经 因为随时都会有小孩在半夜三四点的时候 发病然后紧急送医 所以一直从1995年开始 一直到2014年都还有三百九十位小孩 送医急救 而且有一百二十二名因此暴斃身亡 有两位研究人员 他们解剖这些暴斃小孩的遗体 发现他们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都有农药残留的情形 那这些小孩残留的农药 那个含量是不足以中毒身亡 但是至少可以肯定一点 就是说这些小孩应该他会暴斃 是跟吃的东西有关 那吃了什么东西会有农药残留呢 应该就是荔枝 因为这个村庄就是印度最大的荔枝产地 那于是他们就针对这个荔枝来进行化验 那荔枝没问题 没有什么毒素 但是呢有一个研究人员联想到 有一种跟荔枝同科的一种果实 叫做西非荔枝果 吃了这种西非荔枝果会呕吐 那也跟这个怪病的并发的症状类似 所以他就把这种西非荔枝果患者的症状 跟这种怪病小孩的症状 拿来两相比对 比对之后发现意外的情形出现 有一个共通的奇特点 就是都血糖过低 怎么会血糖过低 这就奇怪了 所以专家就开始来进行检测 发现说荔枝里头有一种特殊的成分 叫做α赤甲基环丙钢胺酸 特殊成分 因为这种成分在什么情况下 在荔枝的那个果实里面含量会最高呢 结果未成熟时 所以这些小孩通常是在大人采收完工作 做完之后下午去去减食嘛 减食吃完之后就吃饱了 也就不会饿了 所以晚餐就没吃多少 因为没有吃晚餐 所以他就没有足够的血糖补充 到了半夜的时候呢 就开始并发 所以这可以解释 为什么这种怪病的发作情形 都是在半夜三四点之时 而且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在六月以后 就没有这种怪病发作 因为六月以后就没有荔枝落果 而且还可以更进一步来解释 为什么都在穷苦人家小孩身上出现 因为只有穷苦人家没有东西吃嘛 所以才会减食这些荔枝落果 来去补充自己食物不足的情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其实有时候你遇到灾难的时候 就是考验人性的时刻 能不能够互相帮忙 还是你自私自利 这个时候发国难财 灾难财 SARS时期曾经有人发灾难财 结果呢 因为这个宫庙本来就就是会问世 问世就是说会去党啦 然后信徒也有一些 那后来SARS之后呢 政府就说这是冠上病毒 他老兄想到那个悬念上帝本来没有帽子 他去做那个悬念上帝的皇冠 就很像冠状 他把这个 因为你这信徒可能就是想说这个是冠状 那后来他那一年呢 也出符咒 就是说 而且你是要来包包 我才给你符号 半年的一万块 一年的三万块 你要去他的神像的前面 然后他就把那个符咒赐给你 然后如果更有保险的话 你要买帽子 买那个罐上嘛 那或者是你 你就帮神明加罐 这样子一年 那一年他搞了差不多一千多万 一千多万呢 没想到隔一年呢 他呢就开始发病 他本来就搞好血压糖尿病 可是他都不忌口 他就每天也是喝酒 然后大鱼大肉这样子 后来就也糖尿病之后就就发生了那个开始伤口都不会好 然后又感染了这个也是感染了那个蜂蜂性组织炎 那最后腿也是一样寄掉 眼睛瞎掉 这都没关系 最后他还是得肺炎死掉 然后他现在的孩子很乖 因为他那个孩子比较有稍微有良心 他说那爸爸可能是报应 所以现在呢 那个痰呢就很少给外人拜 他自己在那边每天送金 然后操作他父亲 所以这种有时候发災难财不太好 是 我前几天听了一个大陆人在美国的地方 跟对那个他的同胞在广播这个这个民主意识 然后也分析他们的情况 第一天 他说我们这里那个没有在抢那个口罩 口罩 今天他广播这里买不到口罩 他还说在美国你戴口罩 人家以为你重病 就会远离你 他说口罩去哪里 因为大陆人住美国的 很多都是寄回去 抢购寄回去 寄回去 对啊 寄回去也没关系 还收得到 口罩很香香 武汉是生产口罩的地方 对 红十字会 人家也捐了很多口罩 结果他不能发 他是只能收不能发 所以囤积在仓库跟外面 你的行政命令说 一定要等于官员来发 所以为什么要官员来发 所以他的行政效率是收了 还不见得可以发 要等你的官员来 然后从北京里面 你来控制疫情还是最重要的 这种事情不能等 他没有紧急法 应该要紧急去救援嘛 是好 但是我们知道危机的时候 也是转机的时候 比方台湾的肠病毒 曾经造成危机 后来却成了我们的转机 那1998年那一年 突然的有一次 有一个医生叫做黄力强 黄力成 他是在肠庚医院的 儿童感染科的主任 那突然的肠庚 还有好几个小孩子肠病毒 那肠病毒就没什么 就照一正常给药嘛 结果呢 一个礼拜竟然五个小孩子 进来以后三天就过世了 而且过世的都是因为什么 整个全身昏迷过世 那这不得了了 赶快通报啊 通报以后那时候的政府 还不是很紧张 以为这只是个案嘛 结果一下子 全台湾省蔓延起来 140万个儿童染病 结果有78名儿童死亡 才知道这肠病毒跟以前的是完全不一样 结果去通报以后发现 这是71型的肠病毒 那71型的肠病毒代表什么 代表会影响到他的脑部 也就是说他在死之前是昏迷的 那如果你勉强把他救回来以后 很多的小孩子以后会变成学习吃饭 因为有140万的儿童 然后在诊疗的过程里面 很多的一个取样以后知道用哪个药有效 结果就把那个肠病毒就把它压下去了 压下去以后就发表很多的一个论文 那目前来讲呢 我们已经发明到肠病毒的一个 他的一个预防的试剂 所以目前只要打三剂以后 几乎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 都不会有肠病毒的 这是台湾目前来讲 在全世界排名第二 为什么叫排名第二 因为四年前大陆就有说那种 他已经有发明类似这样的疫苗 那台湾是慢了四年 不过因为台湾的疫苗 各方面的品质会比较好 但是大陆那边还是缺货 因为他小孩子多嘛 台湾只小孩子小 那谈到这样的疫苗呢 其实在肠病毒里面 还有一种六八型的 六八型是什么 会小儿麻痹 就是说如果医好以后 会变成小儿麻痹 在我们那个年代 民国四十年到五十年 最多小儿麻痹 真的 我很多同学都小儿麻痹 但一般里面都一个到两个 那小儿麻痹 后来慢慢慢慢就打小儿麻痹的一个疫苗 我记得我六年级的时候 我爸爸这个骑脚 他就载我到家里去 那一个甜甜的四季 在嘴里面 你知道吃一口多少吗 二十块 我爸爸那时候一天才赚二十块 结果要吃三次 吃三次以后就不会得到小儿麻痹 那是小儿麻痹的疫苗 那台湾这个目前来讲 七一型的已经通过了 那另外我们讲到SARS 两千零三年的时候 因为台湾有SARS SARS那时候台大医院呢 就命令他台大医院去研究SARS的一个病毒 那刚好有一个医生叫做林世民 那林世民这个医生呢 他对这个病毒以及各方面他都很了解 就一直发明发明 发明了又出现了一个叫抗SARS一号 抗SARS一号 这样就是因为SARS很简单嘛 第一个戴口罩嘛 第二个勤洗手嘛 那洗手之前先用酒精嘛 那但是你问题是没有那么方便 医院很方便啊 你出去怎么办呢 那有没有那个抗SARS的 小小小瓶的 所以台大医院就发明一个抗SARS一号 2009年的时候 H1N1又是一个流感的一个大流行 他就干脆把流感跟抗SARS 跟SARS去做一个共同的研究 他发明了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很很奇怪 他的名字叫做病毒奔 为什么叫病毒奔呢 因为所有的冠状病毒呢 他里面都是有四种的蛋白 那四种蛋白里面 他如果用那个酵素把它分解的话 那就被他分解掉了 他的供价链就分解掉了 所以他就发明一个叫做病毒奔 那目前这个病毒奔呢 在2009年的时候完成以后 以1000万卖给人家 现在一年可以卖到1000万 所以你现在外面可以买到一种 病毒奔可以喷手可以喷脚 那喷了以后呢 就是一般酒精不可能杀一般细菌 病毒奔是专门SARS的 H1N1的 还有那个流感 所以现在以后我们如果说出门 家里有小孩的话 那你就可以买 这是台大授权 台大医院授权的某一个厂商 在卖的就是病毒奔 再来看看屏东曾经有一个地方 也发生了儿童相继死亡的怪病 结果最后发现 居然是很深的仇恨在里面 没有错 那么这是发生在35年前的一个真实的案例 那么1985年的时候 当时突然间中南部有这个寺庙 当时起当那么心明落下 说什么呢 说南部会发生大瘟疫 然后这个新闻传出来了以后呢 就没想到在屏东的访寮跟访山一带 开始有孩子不明原因 大概都是国小左右 不明原因突然间暴毙 突然间就口吐白沫 就倒下去以后送医 然后就死亡了 死亡了以后到底什么原因 然后再加上有这个牵尸 那艺术就是说会有瘟疫发生 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害怕 就赶快请神明来 然后来杠杠对吧 拿这个胡子修 然后想尽办法要退杀去杀等等 然后也这个扳戏 仇神 赶快把瘟神 把这个所谓的瘟疫赶快去除 两年足足死了七个孩子 然后呢一直到有一天 发生生产事 为什么呢 一直到有一天 那么突然间有一个小朋友 跟他们家事实上 他们家事实上 之前已经有一个小朋友 在前一年已经也是因为这样暴毙死亡了 这个小朋友也出现了 同样的一个状况 不过他后来就活了 就活以后他说出了一件事 他跟邻居的小朋友呢 邻居的小朋友死了 他跟邻居的小朋友呢在玩 玩的时候来了一个欧巴桑 他们见过这个欧巴桑 那么他印象很深刻 这个欧巴桑是骑着一部 50cc的那种轻型的 这种轻型机车 就是他后座会有一个四四方方 可以放东西的 他印象非常深刻 是红色的 然后他说这个欧巴桑就靠近他们 然后跟他们讲说 你妈妈叫我要盯着你们 一定要把这个药丸吞进去 那要不然的话 你会跟其他的人一样 都暴毙就死掉了 一定要吞 而且要盯着你们吞 所以邻居那个小朋友 就把他吃进去了 然后他也吞 但是他吞到嘴巴的时候 突然间感觉到一种苦味 就是很苦的味道 所以他喷了把他吐出来 但是即便他把他吐出来 已经中毒了 所以他昏倒 口吐摆墨 那后来送医急救以后 他活下来了 因为他活下来 所以提供了这个线索 紧接而来就赶快把死者 解剖了以后发现 根本就不是什么瘟疫还是暴毙 因为死者的身上 出现了一种性人味 氢化物 你知道吗 终于查到了一个妇人 叫做陈高连夜 然后锁定所有的结果 全部锁定就冲过去 然后去他家 他要给他约谈的时候 现场看到警察来 砰的 崩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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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一方面一组人马 把他送医院急救 另外一方面一组人马 在那边搜搜搜 天哪 搜出了一把一大把的药丸 红白的那种 一般我们去药房会 要够一块药丸 然后紧接着来 一块一块白色的东西 都是氢化物 天哪 他到底要干什么 原来搞了半天 去年到现在 他已经毒了好几个儿童 七个人死亡 一个小朋友没死 但是他的邻居喝了他药酒 也连续死了两个 他已经杀了 全部其实从头到尾 各样他已经杀了十个人 他醒来了以后 就开始征讯了 医警 以前征讯的老情警 都知道用一种方法让他逼供 除了严刑 拷打之外 除了刑囚之外 就用那种好像 诱导式就是 你不用说 我都知道 就是用这种方式 结果才知道 原来搞了半天是怎么回事 原来陈高连夜 他们家很想要一个小孩 结果他因为妇女病的关系 他的子宫积留 后来去拿掉的子宫 他没关系 没办法生小孩 没办法生小孩以后 又自认为得不到 夫家的关爱 从此以后 有一种声音像魔鬼一样 告诉他就是要杀小孩 你知道吗 结果问他说 那你这些清化物在哪来的 这个清化物呢 他说因为他在 夹那边看人家闭嘴 以前有个电鱼嘛 还有那个毒鱼嘛 放下去整个冰毒 那个毒鱼 那你去哪里买的 去包括药房跟化工店 以前都买得到 然后人家问他干嘛呢 他就说我要闭嘴了 然后就买了以后 回家自己安装 你知道吗 如果不是赶快把它给逮捕的话 你知道他本来打算说 可以的话 附近前头全部要杀300个孩子 你知道吗 要杀300个孩子 所以后来一审判死刑 二审判死刑 各位 台湾自有这个枪决人犯以来 女性的死刑犯不到10个人 所以最后两年 经过两年的审判定验了以后 陈高连夜就因为这样子 其实他总共杀了10个人 不过最后还是以杀这7个小孩为由 把他判死刑 压父刑长 把他给枪决掉 成为台湾很少数 因为这样子和枪决的女性 他也是台湾女性杀人 杀最多的这个杀人魔 天哪 我们再来看看 民国67年 军中也曾经发生过一次怪病 而且当时好几位老式官长 接连暴毙 一百多个这么多 怎么回事 就是说那个时候军中 都养猪养鸡养鸭 对不对 一大堆 那得到了禽流感 得到禽流感 那最高兴的不是我们 最高兴的是那些老是那些老式官 他认为这些鸡啊鸭啊 他那些没有关系 他就通通拿了回来 自己一锅煮了 还有呢 想说煮完就消毒了 对不对 他们认为煮完那就消毒 结果呢 第二个是发生了什么 口蹄疫 其实台湾很早就有口蹄疫 那当时候大家不知道 有很多猪肢突然死亡 就是说那个时候 口蹄疫非常奇怪 它不影响牛跟羊 它就专门影响猪 所以我们那些老式官在 因为我在服役的时候 我们那边都有养那个猪 甚至于我们为了 为了屏东的什么神猪大赛 他们都托 都托我们去养那种猪 养那个神猪 猪公 猪公 那我们就在那边养 结果发生一件什么事 猪肢突然死掉 那猪肢为什么突然死掉 没有人搞得清楚 然后呢都是猪死 牛羊都没有死 所以他们认为说 大概是猪肢吃了太多 结果老式官怎么样 就把猪又通通搬回来 搬回来做猪脚啦 提胖啦 然后猪大肠猪那个猪内肠啊 内脏啊全部都吃 吃了就知道非常奇怪 只要吃过这些东西的老 老师官 师官长 发生一件什么事 他们走的时候 本来都是火化 但是军方认为说 不太寻常 要研究一下 要研究 结果一解破 有碳锯菌 有口蹄疫菌 碳锯菌 等等那些 所以那个时候 就是下令军方 以后不准养猪 然后第二个 所有的猪肢都要掩埋 然后到了1997年的时候 到了1999年9799 一个是口蹄疫 事实上台湾那个时候 已经没有口蹄疫了 但是那些是猪肢进口 就是走私进口的 走私进口的东西 它影响了 还有一个金门的 1999年的 连黄牛都有口蹄疫的时候 台湾才紧张 一紧张的情况之下 原来才发现 金门的泥土里面 是有碳锯菌 那有了碳锯菌 我们经过研究以后 美国就告诉我们 这些东西 不准给我输入到北韩 那个时候 北韩对于我们这个碳锯菌 是很有兴趣 然后他还派人说 这个泥土的青样 我们可不可以拿走 结果美国通知台湾 不准 从此以后 台湾才那个知道 试验台湾的口蹄疫 还有碳锯病 这一些所谓的传染病 原来都是我们无意间 从外界把它走私进口 这也就是说台湾 为什么现在禁止 所谓的非洲猪瘟 还有 还有那些 狂牛病 进口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事实上 台湾在这一方面的研究 我可以告诉各位 在世界顶尖一指 否则 美国不会对台湾限制那么多 是 那台湾的猪肉 鸡肉压肉都很好吃了 千万不要从国外再带回来 很可能带回什么奇怪的菌 您自己都不知道这个无心之举 影响可是非常大的 再来看新疆自治区 这个地方至少住了三种民族 包括了有这个席伯族 包括有维吾尔族跟哈萨克族 但很奇怪的是呢 春天的时候有一种族人 常常会发病 其他两族反而是没事 到底怎么回事 对那这个地方呢 叫做查布查尔席伯族自治县 那他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不过呢 这个地方每年到了春天 都会爆发一种怪病 所以当时这件事情 后来传到专家那边去的时候呢 国民政府特地派了卫生专家 过来调查病因 那他们进一步检测之后 归纳了两点 一个就是这种怪病呢 他们因为发生在查布查尔 这个地方 所以称为查布查尔病 那他们就是认为说 第一个他们归纳的就是说 只有妇女跟小孩比较会发病 那第二个呢 则是说只有在习伯族身上会出现 可是有一个特殊的案例 就是其中有一个发病的人 不是习伯族 他是混血儿 是俄罗斯跟汉族的混血 但是他的生活跟习伯族 是一模一样 所以专家因此推定 应该就跟习伯族的饮食风俗 习伯习惯有关用把那个麦粉 做成馒头状来进行发酵 在发酵的过程中会产生甜味 所以有些习伯族的妇女 他会常常看 看有没有发酵完成 那有些小孩因为他甜嘛 而且小孩要吃糖 就觉得有点嘴馋 他也会偷偷偷出来吃 所以也就是说 这种用馒头法做成的半成品的米 送呼呼才会发病 而这个专家就因此研判说 应该就是这个半成品里头 有这种那个漏毒杆菌的出现 结果一查之下 果然证实 为什么 因为这种馒头法的制作 通常在三月春天回暖之时 回暖了正好制作环境 又是保温适合这种漏毒杆菌 生长的时期 所以才会发病 而为什么成年的习伯族人 很少发作呢 是因为他们都不吃这种半成品 要就吃成品 都做好的面酱米送 我干嘛吃半成品呢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其他两族为什么不发作 原因是因为其他两族 都是用卖力法 只有习伯族才会用这种馒头法来制作 所以这就可以去肯定说 为什么会有这样 只有习伯族的妇女跟儿童会发病